大家好,早餐你就吃这道面条,营养丰富,鲜香开胃。 十足的懒人做法,大人小孩都爱吃。 首先准备一把面条,放一旁备用。 准备一个西红柿,给它对半切开,去除硬心。 然后切成块。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 准备一把青菜切成段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两根火腿长,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两根小葱切成葱花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。 准备三个大蒜拍散,再切成末。 切好后和葱花放一起。 我们再准备三个正宗的母鸡蛋打入碗中。 用筷子充分地搅散。 接下来锅中加少许的油。 油热后倒入鸡蛋液。 把鸡蛋炒至凝固。 凝固后再把鸡蛋炒散。 炒好了,盛出备用。 锅中再加少许的油。 下入蒜末葱花。 炒出香味。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。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。 然后加入多一些的清水。 开始调味,加入一勺食盐。 少许的白糖提鲜。 加入适量的生抽。 少许的蚝油。 少量的老抽上色。 用勺子搅匀,大火烧开。 烧开后下入面条。 用筷子轻轻搅动,防止面条粘连。 把面条煮熟。 大概煮至三分钟左右。 面条煮得差不多了。 下入鸡蛋。 放入火腿肠。 搅拌均匀。 继续煮至三十秒钟。 让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。 最后下入青菜。 把青菜烫熟就可以了。 哇,太有食欲了。 看着都流口水。 美味的番茄鸡蛋面就做好了。 面条爽滑筋道。 汤鲜味美,营养开胃。 早餐做一锅,全家人都抢着吃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